再次掌声,感谢大夫女士,谢谢。 我们接着到一个比较新鲜的科学证实。 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南神行保健科技股东语言公司总经理王清先生, 上台和大家分享,圣东集团大电脑产业链、供应链、协调管理模式及新进化应用。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要我代表我们圣光集团的董事长,给大家做一个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的节目叫,圣光集团大电关产业工营业系统管理模式及新进化应用。 圣光集团是一家以医疗器械、家民制造、医药、沙漠流通、 从大相关、养老等产业为主要的大型民营企业。 经过十几年的创业发展,有一名民屋间端的小微企业发展。 发展到2015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区域及451位, 河南民营企业100强中区域及11位。 圣光集团新后经历了5个创新发展阶段。 一个阶段是医疗器械加工制造阶段。 那么从2001年起,我们社官集团从输医器、注射器等医疗器的加工开始, 经过十几年的创新发展。 现在有营物有注册讯等产品238个。 专业证书有56项,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其中大健康亚老保健类产品比较丰富。 输业类产品产能及总备在全球明灭前往。 第二题是医药流通链跟进发展。 2007年,创立了圣光医药物流有些公司, 冲破了医药流通小散乱的发展。 启动了圣光医药交流联盟。 联盟大部位以后发展了一把理发家, 打造出了以全国名牌要求和市县医药公司协助的大型医药物流公司。 第三阶段,以改革几错推动公益链企业警方。 政官集团在全国率先推出和部分市县医药公司的股前活动的新的模式。 目前已经有37个视线完成了我们的感知。 以大型邀请协定了民邀要务先访后让列公布的协议。 目前,千里面的联益产品近千个。 两大创新技术,使得政官物流上下同意去计划。 第四个节奏,智能化运营。 政官集团自主设计要流动供应链智能云平台和CDC供应链分析系统。 直征其庞大盛益的供应链群。 上下游资金流,物流实现田博士动化运营。 至此,2015年,生官集团供应链协同运营模式正式在流泪推出。 在医药牌与其他很大的反响,得到上下游企业的积极响应。 第五个阶段,晚上提高,加快推进。 生官集团从今年5月份和荷兰郭司委下辖的荷兰国有资产共同集团, 合套了成立和共和制经济企业国共、生官、医药国有有限公司。 加快推进大集团产业的合作发展。 公司应链里面显示出强劲的市场证明力。 并到荷兰省以及全国行业类、经济比较积累,都发任务出门肯定。 并在省内、国内的运营区正式发展。 第二个圣光商业模式的基本内容。 那圣光供应链系统应银模式是圣光集团, 基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 结合我国医药产业自身特点和医药两标志的政策要求。 借助自身研发的耀药屋供应链、智能云平台和CDC智能分析系统。 通过对上下游企业互相参加的公共活动, 把商业流域的医药、医疗系统制作、产家以下游的市线医药公司以及中端的医疗机构如医院、诊所、医药店、联系统整合在一起。 实行电位企业的资源、共享、互联合工、以销并场、产销平衡, 达到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三流合一。 甘乌市下引起的电调队所有的上下游企业高度限度, 实现经济化生产和精准化的物流服务。 最大的限度加速各环境内的生产制造成本、 产组运数成本以及上下游之间的交易成本。 最大的限度减少游存环节和游存费用, 并在商业中制造业和商业公司重点环节实现了零互层。 使公司所有企业形成价值链或有机生产链, 带领了整个产业降低成本, 最终达到降低要价的目的。 模式机会和强大创新性和可复制性。 一旦退款, 将会对整个的医药产业和我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来改变和解析我国医药卫生健康养老司的用药的最根本问题。 深光商业模式的现实意义。 一个强大产业线口, 提升还管理科技化水平。 深光体团尊重研发的要流通供应链智能云平台和CDC智能分析化系统, 成功地把互联网家覆盖到供应链的每一个企业和环节。 使企业实现配合价格自动化, 经营风险日常化, 企业管理链平化, 减少游动环节, 降低含义成本, 提升到汉管理的科学水平。 第二个, 便宜政府监管, 推动三一联动医药分家。 该模式以国家应链政策的高度契合, 对于同盟链建改革的安定, 推动三一联动改革深入发展, 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模式应链控制中, 公开投评, 政府职论部门包括医卯、 药节、税务, 合谓通过共享的智能营兵台, 对药品生产流通前过程及药品的质量、 价格进行前程跟踪的接踪。 既然提高药品流通的安全性, 凡是重复开发的岁数流失, 有真的能把便宜的药或该用的钱 归织到万大其中, 这种达到破解医药养衣, 消除医药权益的种种潜伏责和恶性, 让民众吃产安心药, 安全药, 烦性药, 低价药, 社会效益十分简单。 三, 集合国家的两条制要求。 该模式实现面条例, 从月平专家到市县医药公司和从市县医药公司到基层医药机构, 各开一次发票的经营方式。 以国务业国伴2016-26号文件的要求, 推行养票制的精神高度契合。 对一直冬天来, 医药流通领域存在的多票, 倒票务力, 造成市场药价虚药的局面, 开出了一级根治的药方。 盛装益养产业的结合。 在未就的下来, 益养产业会构成整个老龄产业的重体。 理想是老年经济的重体。 益养产业之所以如此重要, 并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首先是因为, 老年是正常生命运程的最后阶段。 各项生命技能都不断老化。 老年人成为外星人的高发人群, 产生了失能疾病的痕迹。 不然整个老年群体的干净系统, 需要就是围绕健康长生的这个核心来进行的。 而且健康效果, 不仅仅是老年人个体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一座。 老年群体整体的健康水平, 对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也十分重要。 深光计划工业医疗系统产品, 围绕营养产产业。 那么现有能力的生产线, 饰养产业家用饰养产生产线, 多功能制度的狐狸传生产线等, 两百三十八个品种,品规和产品, 即医疗器件,医疗保健,医疗耗材, 医疗抗肤等全系列产品。 那么下一个提法的中国洋宝规划, 可以激活生光的工业器件, 产品的混均和医药创新商业模式, 切合的发展, 实现医疗产业和洋宝产业的融合供应。 我国的健康洋宝产业, 相应在协会和再度的国业同事的共同统地下, 通过改变产业及相关行业的现状, 共同协设, 一定可以分达洋宝产业的健康很好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关于盛光集团二层产业相当如是的介绍。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由这类掌声欢迎, 日本元气集团总裁, 神成玉先生上台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演讲。 大家掌声欢迎。